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Omicron攻破了防线 从桃园市往外县市传染 新竹县市都纷纷出现了确诊 而现在防疫规格再提高 新竹县包含医院儿哨 还有长照机构是全面禁止探病 而校园恢复用餐的隔板 美术馆限制100人以下入场来参观 要全力抗疫 桃园疫情延烧到新竹县 包含新丰明星科大师生 竹北一名高中学生都染疫 防疫盛景发条 县府就宣布即日起全面禁止探病 除了在1月9日起 我们本县所有的医院护理之家 长照机构全面禁止探病探访外 即日起加强宣布 阿少身心障碍等机构 也全面暂停探访 关怀据点共餐改为领餐 同时文化局美术馆县市馆 也加强防疫 即日起入管人数控制在100人以下 Omicron一路攻到新竹县市 都有民众确诊 除了先前县府要求拍照唱歌 全程佩戴口罩之外 现在校园也恢复用餐采隔板 而医院护理之家 长照等全面禁止探病 而少身障机构 则是暂停探访 社区关怀据点共餐改为领餐 同时美术馆县市馆 每天入管也控制在100人以下 每次参观也限制 两个小时以内 Omicron的疫情确实在越来越严峻 所以我们新竹县赶快 让民众方便能够打得到疫苗 所以我们有提供这疫苗地图 让大家很清楚哪些地点 有哪些品牌的疫苗可以打 那我们也都是安排谁到谁打 那不管你是预约的 或者说我们有来不用预约的时段 我们都公告在我们的网站 18岁以上的民众要尽速接种疫苗 卫生局就推出了疫苗地图 可以随时查看66家合约医院的施打讯息 县府各大型活动也将延拟延后办理 防堵疫情再扩大 所以我们都公告在这边 嗯